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使用参照图层 让你上底色更轻松 平常我们可能上册的时候 直接用油漆筒去点 然后再拿一般的笔去把缝隙填起来 大概是这样子 或者是还有一种做法是 可能会先涂出去 然后再用选取工具 去把多余的部分擦掉 或者是删掉 像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今天用了参照图层的话 就可以使加一些麻烦 首先我们当然是要先准备有一个线稿 然后呢 我们到线稿这边 上面有个像灯塔一样形状的 这个东西就叫参照图层 我们把线稿这个图层按一下 他就会变成参照图层 他的前面会有个灯塔 我先用甜色的好了 我们可以用甜色笔比方说圆笔 打开板手 我们找到防止溢出 把不超过参照图层的线打勾 然后你可以去设定他的颜色误差 已经缩放区域 那像缩放区域的话 我的习惯是2 比方说我今天想要涂这手 我的圆圈明明超过了手 可是我涂的时候还是涂在线内 像这样 就是即使我稍微的 稍微粗心一点 涂它还是一样 可以维持在线里面 这是一个 就是如果上色的时候 你是习惯用涂抹的方式去填充的 好 那接下来我来示范一个用橡皮擦的部分 比方说我选择较印 一样打开板手 防止溢出 不超过参考图层的线 然后颜色误差预设 缩放区域我选2 这个我通常会改了 因为它缩放10有点太大 然后呢一样 我用橡皮擦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哎 其实我稍微的粗心一点 它也是可以插在边线上 那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圈 比方说像这里 这种的话 我们就还是要用一般的橡皮擦 去把它擦掉 这样 但是应该可以省下蛮多的时间 好的 那么我现在呢 已经 用橡皮擦的方式 然后只留下茶壶的部分 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先把线稿关掉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哎 旁边其实还是有很多 就是原本是茶壶的颜色填充到了 那这部分可能会因为有点杂点 所以导致你的画面没有 之后完稿的时候 可能不会那么完美哦 可能刚刚有点解释的 可能还是觉得太魔法了 那我们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说明 像我现在已经有两个 形状 一个是 黑色的圆圈封闭的 还有一个蓝色像雪原形状的 这两个都是封闭的范围哦 那我用涂抹工具来说好了 我来做涂抹这个工具 他现在的多图层参照是参照图层 这个灯塔 我这边呢 再用开一个空图层 选起来 他会只填充到 蓝色的范围内 不会填充到黑色的圆圈 所以他其实只参照了蓝色的这个 圈圈拿过去做填充 好 那我们发现现在这个学人外边其实有些溢出哦 所以我们可能就还要再去修饰他 那我个人会建议使用濾镜修正线宽的 让指定线宽变系 那变系一到五匹手就好 在不影响你原稿的情况下去做变系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将你的线稿 从一开始就化成向量线 有些为了避免大家搞混 我把旧的这个删掉 然后我把黑色这个也转成向量线 按右键转换向量图层 按OK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向量图层了 那蓝色的这个还是参考图层 那接下来我用向量线的部分来做一个填充的示范 我们打开板手 先检查有一个东西要打开 这个功能叫做在向量中心线上停止涂抹 然后呢 把它选起来 然后我把向量线这个这个图层半透明化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确实在向量线的中心点就就停止了填充 所以如果你是用向量线然后加参考图层的话 他的填充效果会比较好 如果不是向量的话 就会建议 在你做完填充以后到滤镜修正线宽这里 去把你原本填充的那个图层 去把它缩小一点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颜色涂抹出边线的感觉了 以上就是今天简单介绍一下 怎么样用参照图层 来让上底色这件事情变得更轻松 谢谢大家